你 对不起 吵醒你了 是 有事 我有事求你 你 多的年纪了 四十了 小薇多大年纪 我们 还差挺多的 说准确数字 差多少岁 十六 你们是男女朋友 爸 你要是不愿意帮忙 闭嘴 给我个理由 为什么 而且你还离过婚 你怎么就能舔着个脸 让一个比你小十六岁的女孩子 做你的女朋友 你怎么就能舔着个脸 有 Jar 顾叔叔 我没有孩子 但我依然能够充分理解 您作为一名服人的心 juste 您担心我们俩如此巨大的年龄差异 在生理和心理上会不协调 况且我现在情况不及 连维持一个稳定生活的能力都不具备 您更担心的是 您女儿有一天会后悔 我真的想给您证明什么 但对不起 我证明不了 我要说对未来胸有成竹 那就是不负责任 我能做的 就是给你个保证 我保证会为了女女儿 没有后悔的那一天 尽我所能 小伙呀 你妈说你是过不去这个坎了才相信我呀 我觉得这不应该是这个逻辑 我闺女胆大妄为 胡作非为 在她那什么坎算是坎啊 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 你忽然给我来了封信 就几个族 爸 生日快乐 小微 当时我就想 我的直觉告诉你 谁感染了 谁感染了 谁能够让你感受到 全身被温暖包围的 我没想到华为了 因为她可以点燃 但是绝做不到好 让你润无戏无声地 享受温暖 散发温暖 我想这就是我女儿 跟你在一起的原因 谢谢 把你的名片给我一张吧 来 来 好 顾市长 您来了 这是给您的房卡 顾市长 我一接到您的电话 我就赶回来了 没耽误您的事吧 袁住人 你这趟拆出的时间 是不是太长了点了 您可不知道啊 这宽带网建设后台设备的选择 可伤脑筋了 这又得要快 又得要稳定性好 我在生理这段期间呢 大大小小的品牌我都看过了 看到我蜘蛛血 正好这方面给您认识个人 美国SYS公司一级总代理 他们的服务器性能如何 你去了解一下 好好 好 纯纯 就在这儿玩别跑远了啊 知道了 老爷 臭小子 好 听说跟林归才做生意的 是小薇的男朋友 你一个搞工会的 管这么宽啊 你们爷俩最近搞得挺热乎啊 你看看你看看 你光说人家顾小薇记仇 那你说你们娘俩现在谁记仇啊 搞不过了 就讨好人家 咱们俩约法三章好不好 孩子都大了 你别口不遮拦他 本来就是嘛 浩建平 好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不着急啊 你材料怎么不送厂里边去啊 你材料迟迟不送去 人家给你补助费下不了账 你懂不懂 我就纳了闷了啊 我送不送材料 你操哪门子心啊 你废话 这事是我督办的 你材料不送去你们厂长找我 不 浩建平 你一个知识分子 怎么对自己这么不负责任呢 我一大狱出来的 大楼出来怎么了 大狱出来也不是知识分子了 混蛋逻辑 那行 我 我今儿就把材料送过去 我今儿就把材料送过去 来 发什么愣啊 你说 为什么 好多小国家伙把你那么横啊 你怎么这干嘛呀 这是 关心国际形势 你把这壳都扔哪儿去了 你看你 老沈 老沈 李卫 就穿这么运运帐领子干嘛去 哎呀 老沈哪 老沈啊 老沈啊 李卫 哎呀 你看 你们俩也不富裕 嗯 还一直在生活上 无怨无悔地帮助我 相心比心 我华建平啊 对此事非常感激 哎 一点相信 哎呀 不要干嘛那么客气嘛 你干什么 这个给我的 相心比心还知道啊 哎呀 老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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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叫画工 哦 画工 画工工师 您呀 是制服你了 你给我分析分析 你说这个 大国跟小国之间 和睦相处这不挺好的吗 是啊 是吧 为什么老有这不开眼子 出来见招啊 嘿嘿嘿 趁着我今儿高兴 好跟你说说这个 啊 喝两杯去 好 为什么呢 这个 为什么呢 我